第三十二季第九集 很久沒玩過潮玩 你猜是不便宜的 潮玩有相對的價錢 而且是德哥手上的眼睛 有錢人的玩意 今次要介紹的是早前不久 在上海 Karls終於到了上海 Holiday Series Holiday Series 上海這次很有趣 我真的不太記得 我也不知道 這個應該是Always Reserve 舉辦的Carls重回活動 今次去到上海 每一個地方都會有不同的姿勢 姿勢 或公仔 今次去到上海 這是一個抱著月球或月光的物體 其實有錯請跟證 朋友都可以給我們一些資訊 上海那個是否剛剛完了 還是現在還在搞 好像是在搞 還是有機會完了 剛剛完 其實是剛剛早前才出 本身我看照片是很吸引 很多人去 我沒想到國內來說 Carls的影響力也很大 始終Carls在潮流界 或公仔的認受性的靠叉眼 我想他都算是數一數二 其實每次 All Rights Reserved 即是DDT DDT還是DDT DDT DDT都會有這個系列的公仔 公仔訂 也有三種顏色 原色、黑色和灰色 也有三種顏色 當然同一時間會有不同的潮伏 或者一些食物 可以給大家買的 通常都轉身間買 一定 好了 再說回這東西 盒 不錯 當然入面就 正正經經 大家都 玩慣的一些packing 好 德哥 這隻你是不是 都是找朋友幫忙 按了 直接自己按 是嗎 你也很厲害 因為你知道 他的東西都很快 轉瞬間 就會按了 或者是沒有 每次我都叫按到 這隻 好漂亮 可能 Feed 有Sony和水爺 就不一定 好漂亮 其實不需要怎樣多介紹 Karls的作品 都會是這個形態 坦白說 有些很複雜 或者很大的動作 而通常都會用一些比較靜態 和將Karls本身想表達的訊息給大家 符合今次上海這個展覽 用了這個手抱月球的形狀出來 我自己來說其實是蠻喜歡的 跟之前不同地區的一些展品 展區都有很大的出入 和有他的個性 沒錯 因為之前他拿著的東西 都真的不是經常見到的 之前這個Holiday戲 他經常抱著小孩 或者他自己蹲下 或者做很多動作 但是他拿著東西 而躺下 好像真的很少見到 這應該是第一次 是的 還有我所說 因為他也有一個很大型的雕塑 在上海 到時候 你去打卡 其實很漂亮 很漂亮 我看到很多人 打卡 遠距離打又難搞 近距離又全部拍人 肯定 不斷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看看背部 現在大家看到 這是一個朗家玩具 所以其實它是很輕身的 其實也算重了 但不會怕 會有什麼扔爛 跌爛 水哥麻煩你 我想給大家看一個正面 當然 其實你問我 如果這個位置也可以穿燈 好像現場一樣 那整件事真的不一樣 有些師兄說 為什麼我們不穿 那件 Ulico Cossofa 那些衣服上來介紹 沒有買 因為他剛剛 我們幫他買廣告 Calsy 跟Andy Walhaw 在Ulico 又有一個新的聯繩系列 就是一些賣衣服 喜歡衣服的朋友 就可以去看看 便宜 比較便宜 如果有錢的去德哥 那就玩公仔 嘩 嘩 嘩 水爺 他說會不會toys必必 不會吧 沒有問題 四千元起必 對 不會 四千元起必 我可以的 我馬上有個like 謝謝 謝謝 不過我覺得如果這個月球 如果我們貪心一點點 我想也有些難度 如果貪心一點點 如果裏面可以裝個 空燈 其實從頭到尾 因為本身你看現場 特別是晚上 好像一個月亮 燈打了下去 是很漂亮的 我不是說實物差 它做得很漂亮的 那些月球的表面 很漂亮的 但我覺得如果能夠亮燈 好像一個小夜燈 就將這件事升級了 可能國內更加不知為何 就有人搞 就是有人搞一個小夜燈 通常都是強化再強化 非常愉快的分享 待會見 待會見